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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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在战场上被暗中下毒 无奈也只能狼狈而逃了 毒入骨髓之时 就忽然间天边飞来一群乌鸦 方知道是师父 派来救他性命的 虽舍弃功名盔甲 随群鸦出家去了 这怎么听上去就是寒鸦生啊 羽衣般没来过春回阵 故事倒传过来了 桥盼旧石 霜蕾蕾 离人远行 虎不归 这又是你的新作 在下的这出新鸦 讲的就是一个逃兵的故事 透过清 天下气毒之手 人死是面色铁青 因此得灭 相传归羊丹能见此毒 但服侍者极易缺水 终生 只能生活在水汽丰沛的地方 阿菲 你想什么呢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很奇怪啊 好像 我在一个武功典籍的批柱上有看到过 是关于蓬莱的批柱 蓬莱散仙 写的是什么 好像是写 蓬莱室外旧梦冷 日落推云过无痕 可是这句话讲什么意思 我也没想明白 日落推云过无痕 师弟 师姐 见到谢远了吗 是谢公子吗 对 他早已拿着大当家的令牌下山了 好 大当家 山下弟子来报 霍家宝二宝主霍连涛 在广发英雄帖 说要开灭煞大会 那便任他开吧 他好像是把水波温印记印在了情帖上 这个霍连涛本事不大野心倒不小 要不是四十八寨百废待兴 我抽不开身 我倒真想亲自去会会他 姑姑姑 你没空 我可以挺去啊 李大庄啊 你来瞎操什么热闹 你啊 什么时候把我教你的刀法完整地使一遍 我什么时候放你下山 姑姑 或许我可以替您去一趟 霍劳堡主与冲霄道长是挚友 得知霍劳堡主有样 冲霄道长千里迢迢也要去看他最后一眼 霍劳堡主又在我面前死去 死之前一直念叨着这个印记 不如这次借着灭煞大会 去查清楚霍劳堡主的死因 也好给冲霄道长一个交代 来 怎么样 能打几分相 撑死了七分相 要更香的话 恐怕得见到食物 这事实在是有点麻烦了 只能偷偷拿出来用一下 这剑桥在他手里早晚找人觊觎 他肯定不愿意我替他保管 只能到时候把假的都散出去 要不然他早晚会出事 齐扁老堡主 齐兵堡主 讲 来复仇的武林人士还是联名不绝 但是都被齐门冲霄道长布置的齐门顿甲林 揽在了外面 很好 如今正是多事之秋 我霍甲堡怀必弃罪 一定要多加防范 除了防着武林人士来捣乱 还要防着地煞 听说四十八寨已经遭到地煞的攻打 看来神天树 迫切想要得到海天一色 在世眼下他得不到四十八寨 想必肯定会找我们霍甲堡的麻烦 我们保重日夜巡查 还有精英弟子轮流看守大门 没有保主的许可 不敢让一个可疑人士进来 好 你先天不足自小体弱 又有内伤 你这身体不适合练武 你先天不足自小体弱 成效人家 你先天不足自小体弱 因为你先天不足自小体弱 我先天不肯定会将大门 你让老大 洗水用的 你怎么了 你就这么直接把放黄蛋吃了 你疯了 杨兄 近几日四十八寨 太忙了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给你道谢 此次四十八寨大乱 感谢杨兄出手相助 万分感谢 江湖再会 杨黑太 小祖宗 怎么又是你啊 看你急急忙忙的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去找周斐 比我去 行 你要找打 我带你去 只有我知道阿斐在哪儿 走吧 大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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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我了大哥 那不能容忍这霍连涛 办办办办办什么灭煞大会啊 天长 楚庄主去吧 就说我四十八寨归来重伤位 此等危急存亡之际 也只有请他出山了 楚庄主 嗯 沈天树让你帮他夺回神毒业 不去 祝国说过了 让我在这地煞山庄移养天年 不是给他沈天树使唤的 但是沈天树攻打四十八寨是不利 没夺到海天一丝的信物 海荣祝国 差点把命丢在上面 祝国本来就很生气了 如今 如果楚庄主帮祝国 从霍家夺回了神毒业 祝国肯定高看您一眼 到时候 整个地上山庄 恐怕就要易主了 快烧命喽 快烧命喽 走 姑娘 来个烧命吧 您就是四十八寨的周匪吧 您要找的人实在是太划了 帮里的兄弟也都帮您留意着 还给他起了个代号 叫 叫水雕 人应该是往零零的方向去吧 零零客舍里 蓝色服的兄弟 都帮您留意着呢 哦 多谢 娘 您慢点 小心点 咱们道歉没歇会了 快点 走 倒一会儿 来 慢慢来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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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 父儿不哭 娘搂着你睡会儿 睡着了就不饿了 娘 娘 他吃过来 的 那不就是 别碰他 这药不能乱吃 我看你是不想给我吃 骗子 之前还骗我 说什么只有一颗了 这凤凰蛋 是我们师祖吕润 炼制的邪药 服下后会功力大增 但若没有高手 用内力将药性 引导进你的百脉之中 将其化开 那是十分危险的 普通人的经脉 根本承受不了这种药性 很快便失了心神 最终血脉 奔赞而亡 之前大药谷 有弟子偷吃了这凤凰蛋 竟变成一代魔头 在江湖上杀人无数 两年之后 暴体而亡 两年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 我 不是 是 我的尖叫了 我的尖叫了 这么多尖叫 臭道师 静儿 连你也骗我 冲销老头 出来 坚强还我 老头 出来 阿佩 你是阿佩吗 臭道士 你竟然敢给我回来 你怎么了 是不是都吃凤凰丹了 变慌 我来帮你 我的坚强呢 变慌 变慌 我飞巴 眉望而咧 竹乱世之间 用命起天 臭道士 你以为你做了一堆假的剑鞘 就可以以假乱真了 我告诉你们 这是我家的坚强 真假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你太可笑了 这 这就是凤凰他的力量吗 你不应该指 这把夫人 你交给李生 或许夫人后面的东西 能救你 你 你让我怎么做 我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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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去疯狂的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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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命 我自己选 你 你 你是谁 我江湖人称 黑叛官 不如你来做白无常 做我徒弟如何 你 再 说一遍 你 我看你小子功夫不错嘛 那这冲销老道 保护你个什么劲呢 什么叫做他保护我 我千里迢迢追了他很久 拿我的掌门扶尘 他一直躲在山里 不过这次他难得下山 去了铁枪铺 要打剑鞘 还一次打十几把 你说他堂堂奇门掌门 做这种烂鱼冲术的破事 为了一个小崽子 可不可笑 疯子 莫非你把他杀了 就是我杀了的 我一掌打过去他就死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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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真感 hand 少主 还有姑娘 进了这林林城 就到了霍家的地界 过几天的面纱大会上 一定要谨言慎行 千万别犯了 霍儿宝珠的忌讳 放心吧 林伯 我听说 所有人去 都是冲着那什么水波文去的 咱们也不贪图那个 不会有事的 哥 那为什么你一接到情帖 就放下所有生意过来了 我们武功又不好 他们要灭上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为什么就非来不可呢 霓儿 别乱说 霍宝珠平时带我们不帮 也多亏了他们 我们在南兵行商才太平 这次收到情帖 无论怎么样 都要帮二宝珠撑撑场面 你看什么呢 大夏天的 那个人好像冷得在发抖 他是不是生病了 霓儿 去 从行李里拿件续袍出来 送去给那位少侠 又做烂好人 我哥给你的 谢谢 谢谢 没事 你好 是不是 儿子 我 Got you pered 你 我 这童鞋怎么这么冰啊 你干什么 抢钱啊 回去 咱们进去 咱们进去 不再会 我一定会飞食 姑娘 您几个人啊 一位 那您里边请 来 你到这边来 姑娘 您几个人啊 一位 那您里边请 来 你到这边来 里边请 少主 没姑娘的刀见过戏 您别盯着看 姑娘可是青云沟的朋友 小燕是蓝色服的 姑娘来得正好 刚刚有位客人的身形 与您要找的水雕 有六七分相似 她刚刚还留下了这个 这其实就是普通的大子儿 只不过那位客官留下的时候 这钱是冰的 他人往哪儿去了 数小人无能 这我就不知道了 这两天零零城内 因为什么灭杀大会 人来人往 现在过去恐怕也赶不上了 不过 这人在外 不可能不住店 不坐车船 这衣食住行 我们占据了半壁江山 您要找的那位朋友 其实再小心 也有疏忽的时候 要不姑娘先在客舍住下 再等等消息 如此 别劳了 好 赵丽 她不应该去南边晒太阳吗 来这零零城做什么 坐那儿吧 好 行 晓晓 我觉得这家店不好吃 你吃过 我觉得不大好吃换一家 姑娘 我们家真的挺好吃的 你别说话 我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商量一下 等会儿再点菜 行行行 好 坐 谁啊 没谁 周斐 你做什么 你才做什么 我找周斐比武啊 我们是来菜单面晒大会的 你去找他比武 我们不就被发现了吗 你个大头胎 我们 是你吧 我来找周斐就是来比武的 嘘 哎呀 别笑啊 你走 行 怎么这么起来啊 这怎么 你干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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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 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这 四 四小时 我怎么 见过一次 再 见过一次 这 这 这一点 占五 哎 什么魔鬼样的 怎么还穿着丧服啊 情书玄武主 丁葵 人好像很不怎么样 是星南门的人吗 那 我们来此有事要商量 把灭煞大会的情帖交出来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在客舍打劫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 我们要情帖 就是看不惯你们巴巴地 给霍连韬那伪君子跑腿卖命 那霍连韬举行灭煞大会 你们还送一车礼物过去 你姐这是 这是到底管不管啊 她是来找人的 又不是来打架的 这狗咬狗的事 干吗要管 难道你想咬一口 你 我们就是路过 溜溜霍连韬的狗罢了 紧张什么呀 我们星南门也是一代武林世家 不许你这样诋毁 小妹妹 你是谁呀 朱老门主在的时候 朱家勉强算得上是武林世家 自从朱老门主瘫痪在床之后 你们活不下去 都改行伤为生了 还有什么资格 说自己是武林人士 再看看这个病秧子 从小习不得武 柔弱得像个大姑娘 还不如姑娘 怪不得要给霍连韬献媚 要不是霍家照顾你们 恐怕你们朱家都活不下去了吧 你们说我就罢了 你们说我就罢了 在这零零地界 大声妄议霍尔堡主 就不怕招来霍端吗 霍端 他霍连韬是怎么当上的堡主 你们不知道吗 区区一个地上 还没到呢 这霍连韬就吓得 屁滚尿流地逃了 抛下霍家宝偌大的基业 这是个什么臭不要脸的混账东西 还好意思 发什么灭煞英雄帖 识相的话就把请帖交出来 让我们替你们去好好会会 霍连韬这老儿 小兄弟 别紧张吧 我还能吃了你们哨主不成 你们与霍尔堡主有仇 大哥找他分说 我们不过是小小生意人 又得罪你们什么 儿等不敢找上郑主 便拿我们出气 这算什么 世强凌弱 欺善怕恶 就凭你们 也想一手遮天不成 我再说一遍 把擎铁交出来 今天 放你们一条生路 擎铁上刻的是我们朱家的名字 我就算死 也不会交到你们手上 来去招摇撞骗 恶贼 不仅入我家门 出手还如此狠毒 朱公子 是妹妹重要还是擎铁重要 你可得想清楚 放开我妹妹 这一路上 我可听不少人说过 这个灭煞大会 其实就是个夺宝大会 那个霍连涛 把海天一色的水波纹 都印在情帖上 就是号召大家 来夺宝的 怎么会 霍连涛怎么会有 水波纹的信物 他要是有 怎么不占为己有呢 姐 不然为什么 刚刚那些乌龟门的人 要抢人家的情帖 你去问那个兴南门主 看看他的情帖上 是不是有水波纹 你就是兴南门主 不 不 不是 我 我姓朱 叫朱晨 我父亲才是兴南门主 他本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但不料一次刑伤遭人暗算 至今只能瘫在床上 那你就是兴南门的少主了 霍连涛给你发情帖了 是 是 因为我从小体弱 无意不济 为了父亲和妹妹 只能依附霍家宝 在霍家宝的地盘上行商 这次就是去帮霍家宝主 撑个场子 对了 刚刚还有多谢姑娘相救 不知姑娘曾姓大名 四十八寨 周匪 四十八寨 李延 你们别害怕 我只是想进来看看 我不会抢你的请帖的 没事 林伯 那 她果然是朝这个来的 谁 谢了 姑娘 刚刚搅扰了您吃饭 我给您准备了一份健康特产 了表谢意 我不用了 我不饿 你 刚好我饿了 你 刚好我饿了 我替阿肥谢谢您 我替阿肥谢谢您 小二 来了 千岁优先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女常夫人 女常夫人 好久不见 这么巧啊 巧吗 大家不都是特意来这儿的吗 怎么能说巧呢 说透了 说透了 不是就不好了吗 我就是来见识见识 她是冲着灭纱大会去的 那还能不能快点找到她 最近各地的武林人士涌入零零城 都是为了来参加这个灭纱大会的 姑娘即便知道谁都要去灭纱大会 但是要在这么多人里面找到她 恐怕也要花些时间 姑娘要找得这个水调滑得很 一只住行都躲着我们 小的已经是潜绿鸡穷了 那 姑娘 既然你着急的话 我先去请示一下帮那长老 让他再想想办法 多加派一些人手 辛苦了 好 太好吃了吧 这也 太好吃了吧 这也 阿肥 你快过来 这健康的名吃果然名不虚传 你快过来 快过来 天下十分美味 五分都在健康 周姑娘也知道这句俗话 难道也去过健康吗 以后有机会啊 请你去健康玩吧 天下十分美味 五分都在健康 哦 我没有 只是我有一个特别讲究吃的朋友 是健康人 阿肥 你说的是谢大哥吧 谢大哥 吃你的吗 你怎么这次一个人啊 小菲菲呢 我这不是一个人行走江湖惯了吗 那个 带着小姑娘多麻烦啊 影响我风流潇洒的形象 是吗 这年轻人口是心非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别回过头来错过了 也说不定哦 怎么会啊 我躲还来不及呢 躲 你这要说躲 那你得知道人家会找你才叫躲呀 你就这么肯定他会找你啊 怎么了 这一向能言善变的千岁幽 也会语色啊 人啊 活着可别自己骗自己 如果注定没有结果 不躲 又能怎么样呢 女尚夫人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你啊 以后要是有了什么新的取词 再去一般找你 千岁幽 有些事不要总想着结果 你想要的结果 未必是人家想要的 不如遵从自己的内心吧 走吧 四十八寨的周姑娘也来零零城了 怎么这么巧啊 有什么巧的 现在各路武林人士涌入零零城 都是为了参加灭杀大会的 那咱们公子不也 还好意思说 可惜周姑娘也是在打听谢公子 紫辰怎么在零零城 难道他们俩没在一起吗 那谢公子既然不在那儿 您去见他又有什么意义呢 要是周姑娘知道谢线索呢 对了 一会儿见到周姑娘客气些 上次要不是周姑娘伸出援手 我们也难以从华容顺利脱身哪 是 谁 谁 你 role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他跳 紫辰 我等你半天了 好不容易等到白先生 不在的时候来 时间不多 我常会等说了 义兄为什么要挑 白先生不在的时候来 因为白先生是行教帮中人 他现在满城的找我 如果让白先生看见 我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他们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找我了 我问你 你来林林城做什么 是霍连涛邀请你来的吗 也不算邀请吧 霍二宝主要开灭纱大会 我就想着 如果能借此机会 效仿古时孟长军 团结武林中的异世人人 赢得他们的信任 总对家里没坏处吧 哪来那么多的异世人人 就算真有的话 能出现在霍连涛的 灭纱大会上吗 为什么 别再问为什么 现在灵灵是是非之地 等白先生回来 你们赶紧走 为什么义兄你能来 我就不能来 为什么 打住 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总之 我严禁于此 那我不问了 义兄 不然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有你和白先生 霍二宝主又是老朋友 我们还怕什么 你看 我在你房间里待了这么久 白先生的人都没有察觉 你当真觉得没有危险吗 白先生刚刚跟我说 四十八寨周姑娘就在灵灵城 她带人去营营 回来就好了 什么 阿飞来了 对啊 义兄你不知道 他是南刀传人 白先生说 当时在华戎 多亏了周姑娘出手相救 拖住了地霎 不然啊 我们 义兄 姑娘请 我们帮那白长老来吧 长老说姑娘是他大恩人 所以想亲自过来拜访 白长老 多谢周姑娘 上次元首之恩 客气了 白先生 不知您找我有何事 听说姑娘在找谢公子 其实我们也在找他 但是谢公子的行踪 着实诡秘 只知道他也来了灵灵城 对 刚才帮里的兄弟来了消息 说他要去灭煞大会 你们也在找他 对 你们知道他有什么事 不瞒姑娘说 我家殿下 听说水不闻的事 非要来灵灵城 参加这个 凶肌难料的灭煞大会 我们这些人都劝不住 想着 若是谢公子 能出面劝一下的话 那就太好了 咱们有什么事 是 刘萌萌营衣 你真不认真 我看我 你真不认真 我 想着你 你真不认真 你真不认真 我做什么事 让你不认真 我真不认真 你真不认真 你的发 今晚 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 欠你那把都还没还 回回江湖与你换起不曾怕 等我替你踏遍天涯 巍巍江山为你愿把热血洒 管他又是谁的天下 既然只是飘到哪里才是家 不如让我把你融化 当春艳阳无心却化作前世的铠甲 是爱无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